北京时间4月5号 2017-18赛季C杯半决赛 辽越对决的第四场比赛 在广东入场继续进行 森林落后的情况下 无路可退的广东只能背水一战 比赛一上来 一线连作为广东领袖 就展现了殊死一波的决心 后场抢断怪伦 给韩德军的传球 一条轮快下单手隔扣大侄子 打成了2加1 最后任俊飞底线突破 被哈德森分改 阿林又抢下篮板 完成了惊天爆扣 点燃全场 在阿林的带领下 广东越打越顺 斯隆重攻赵薇 给左翼三分命中 帮助广东领先 来到两倍收握 而辽宁中将则是手感冰冷 全队首截进行了8分钟 仅有3分进展 巴斯突破强打篮下 取得2分 打破了得分荒 从兵城外线 无视防守一箭传亲 但是辽宁得分 还是十分尴尬 首截以24比9 落后输门之多 来到比赛的第二节 广东继续扩大自己的领先优势 松一船找得快下了赵薇 赵薇在回船中路前吻阿林 以及连飞身 双手包扣得分 斯隆突破分球 助攻敌脚的广东未来之星 赵薇三分空心入网 广东把比分优势 拉开到30分 辽宁这边 还是只能依靠巴斯 李小旭突破大把上篮步骤 巴斯在广东内线的围角下 抢下前上篮板 扛着三个的防守 霸气双手包扣 实在无人可用的郭世强 只能换上旧赛 鲜有机会上场的贺天局 小贺不负正棒 上来抽就要接到 乖伦的助攻三分命中 为辽宁缩小分叉 半场结束时 辽宁落后29分 一边在这 阿连体内似乎有用不完的能量 一步过降了辽宁双子星的 关门防守 三大步杀到篮下 劈口得分 吓得大亨和巴斯赶紧躲开 离迷了一整场的哈德森 终于在外线找到手感三分命中 但此时一剑连已经不满 足于在内线扣篮 外线已能命中三分 还以颜色 斯隆反击一条龙上来打击 广东再次领先 来到三十分 一点二 好小啊 斯隆 丁四节比赛 大逼分落后的辽宁 并没有束手就擒 反而是从第三节的低迷中 醒了过来 贯尔伦左路突破 飞车上来打击 赵剧北接到郭少侠的纯凶 外线三分再重 就连功夫熊猫 在反击中 都施展出了十分罕见的骚操作 拖着自己三百斤的身躯 竟然完成了逆天的拉拨上篮 辽宁逐渐把比分缩小 关键时刻 还是那个男人 站出来稳定局势 斯隆底线突破 送出妙春 一线连飞身上篮 打着二加一 但是 这已经阻止不了 打风的辽宁 贯尔伦突破上篮 命冲冲 要出攻底脚的贺天举 三分手起到落 赫德森也是逐渐找到手感 反击上篮 强势打进 把分差缩小到十分 赫德森 这一下干脆 最后50秒 郭亦伦一个人持球反击 顶着周队长 打着二加一 辽宁仅仅落后五分 但最后时刻 阿联作为领袖 还是稳稳名中罚球 留给辽宁的时间 也所身无几 最终阿联砍下了 31分7篮板 斯隆27分 广东主场110比102 战胜辽宁 拒绝33分的大逆转 把系列赛 单为1比3 双方下一场比赛 将于4月7号晚上7点半 继续在广东主场进行 同讯女综合广告